主席 各位委员同仁 还有各位行政官员大家好 本席请陈秘书长 请陈秘书长 许恩好 秘书长 辛苦了 我想今天我们审这个行政医院 102年度的施政计划 还有收支预算 针对预算的部分 我想本席这里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那会全力的支持 谢谢 但是有一些点 我想是大家 也是我们民意所期盼 希望我们整个行政院的团队 能够来 我们可以来探讨的 首先第一个 本席看到我们这个年度预算中 人事费年年增加 100年维持4.8亿 101年增加到5.39亿 那明年102年5.55亿 那其实人事费增加 没什么不对 但是我们这个费用 都是民众的血汗钱 纳税钱 所以我们民众希望看到的 当然是行政效率 还有民众有感 所以我们整个行政院团队的施政 民众有感 所以针对这个人事费的增加 您这边有没有简单的 有没有什么回应 我跟委员报告 其实人事费本来 按照公务员 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机制 他一定是会增加 因为每一个公务员 他假如是年终烤鸡甲等 或是他一般没有到一等 他没有到这个顶阶的话 他自然而然会生一阶 那生一阶部分 他本来就会提升一部分的一个薪水 这部分是一定会增加 那另外就是说 所以100年到101年增加6000万 这个自然增加增加6000万也不少 但是就行政院本部部分 最主要是说我们主改以后 其实我们增加了一部分的人员 那么增加一部分的人员 就包括我们性别平等处 性别平等处 然后另外呢 我们原来的灾房办公室 灾房办公室有一些原来是约聘雇物的 我们现在改为正式的工作人员 所以这部分也有一个差距 那另外就是 另外我们成立了资通安全办公室 那现在资讯资通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增加了一些人 那这个部分是不得已的一个增加 那另外呢 我们当然也增加了一位特认官的 这个我们的发言人 所以这部分也是增加了一部分 我想这个种种加起来的话 就产生了增加了这些人事经费的内容 好 那现在对于我们现在国内啊 整个的这个氛围啊 我想秘书长你也感受到了 我们现在就是经济不好 所以这个 这个雇主啊 经济不好嘛 经济好的话 他绝对对于我们 呃 劳工的照顾 绝对他也不会手软啊 那就是经济不好 所以我们这个劳工的权益 包括我们劳保基金的问题凸显 结果劳工接着来斗这个军公教 那现在军公教又想要反反弹 想要斗这个医疗 所以我觉得 我不知道秘书长您认不认同 我们现在台湾很重要 我们怎么样子把经济提升 我们把柄做大 不要让内部 我们现在执政 我们不要让内部这样子 产生这种阶级斗争 这样的氛围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所以怎么样把柄做大 这一块 我们行政院哦 提的这些 这个 这个好像过去 喊了很多的口号 这个一直不见起色 包括当然 我们陈院长也常常在答复说 很多事情确实不是立竿见影的 政府确实要做很多事情 不是只求眼前的利益 或眼前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要 等于说长远的 我们能够这个 不要牺牲了长远的利益 那本席过去一直在提说 我们以台湾这么好的地理位置条件 这么好的地理位置条件 我们过去错失了很多 我们这个可以经济发展的契机 包括在过去呢 这个艺术拍卖品的部分 本来要在台湾的 结果我们台湾的一些政策 让人家呢 没有办法在这边好好的做 所以移到香港去 结果香港就在今年 才就在这个月 10月5号到10月9号 的这个 苏富比的秋季拍卖 就这几天 总共14个专厂 3620件的拍卖品 总成交额就达到 20.45亿的港元 将近750亿台币 这个税收也很可观啊 也100多亿啊 那现在 另外中国在这个十几二十年前 我们本来也有很好的这种 全球艺术市场的这种拍卖的这个机会 但是我们也没有把握 所以像这个去年2011年 中共总共举办这个 中国啊 中国总共举办 中国大陆那边总共举办这个 文物艺术拍卖 艺术品的拍卖会场 1949场 他整个成交额是 576.22亿的人民币 他的创税超过8亿人民币 也就是 相当于也是将近40亿的台币 所以 我们台湾要怎么样子 能够有掌握这个先机 本席认为啊 我们谈到人事费 很重要是 我们所有的行政官员 我们要有风骨 不要人家喊一喊 你就这个不敢做 像现在这个 劳保的问题啊 劳工保险问题 这个就本席了解 之前在立法院 我们这个较多 给少 我们本来行政院的版本送来 哎 不错 可是可能 这个民意立委呢 退回 好的政策 对的政策 我觉得我们 这个行政院呢 你就要 勇敢的讲嘛 而且呢 要善于沟通啊 所以 这个 以前 我们念书的时候 常常讲这个中流砥柱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 缺少这样 也缺少道德勇气 我们行政 行政单位的这个阁员啊 我们希望 都能够有肩膀 有Guts 对的 我们就做 而且大破大力 为台湾找出路 好包括 其实像现在 很多人在谈立委 9A立委 好立委的这个 呃 钱啊 其实 该给的 好 我们该拿的 我们 就好好立法 我们这个 该拿的我们照拿 我们为民服务 我们认真问证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怕 要拿 等于说 该给我的薪水 我照样拿 不合理的 检讨 改进 其实这个东西 没什么好 好隐藏的 包括像本席 提说 我这个 全新竹县一席立委 其实他的人口 应该接近两席了 所以 所有的这个 选民服务 或是我的助理 二三十万人 就 就一席立委嘛 所以 大家聘 八到十四位助理 我将近六十万人 五十几万人口 我也是只能聘八到十四位 所以每个人的工作量是两倍 所以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 我觉得 我们道德勇气 政府官员的道德勇气 非常的重要 那现在本席 想请教您 我们对于台湾 我们如何开拓 开拓裁员 刚刚我讲的 我们把柄做大 不然永远内部在斗争 内部大家这样乌烟瘴气 其实这样的氛围 对台湾非常不好 我们能够把柄做大 那彼此 而且我想 我们发言人也在这 我们对于整个台湾社会 我们要引导 彼此给对方空间 不是 我不好 我就挑你的毛病 其实台湾社会这样下去 其实是内耗 而且呢 这个长远来看 我们这个国力 还有包括我们整个民众 大家都欲足啊 好 所以 第一个 如何开拓裁员 第二个 我们的这个政策检讨 我们现在如何救四大保险 我们应该拿出这个破例 拿出我们的这个政策 我们给民众希望嘛 所以 常常我们发现 我们的行政官员 不要害怕 你如果对的 你要有风骨 好 所以 中国国民党的执政 我们希望 我们要确立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 一个作为 好 我们这样的一个担当 好 所以 我请这个秘书长 我们如何开拓裁员 我们如何针对四大保险 我们这个政策检讨 我跟委员报告 非常赞成 刚刚委员所提的就是 我们必须把这个饼做大 那把这个饼做大 就是那个开拓裁员 那其实是说 除了开拓裁员以外 我们台湾对于 未来发展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部分呢 就是说 我们要改变 我们自己的产业的结构 对 所以我们要花了很多时间 在做产业结构的一个 准备工作跟 推动的工作 这个改变产业结构 这应该是长期的嘛 对 但是 有的时候 也需要即时雨的时候 你还是要创造即时雨啊 是的 那这个 在这个即时雨这一部分呢 就是说 我们在目前这个 中短长期的部分 尤其是这个 短期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有一些促进的一个 来请切应应花 那这部分是增加外销啦 或是说我们内部 那个制造这个 我们创造一些利益 这部分 我们对应该要立刻做的 好 本席认同 现在就是我们期许啊 我们行政院团队 包括我们的所有阁员 我们如果是做对的事 我们就坚持 而且我们要有那种 道德勇气敢讲 那 接下来呢 本席想救 来下一页 本席想救 这个 我已经一再 在院会总咨询 我也提了 我希望秘书长您这边要帮忙重视 全台湾 你看 全台湾 我想 基本的医疗 是对民众健康 的一个照顾 你看 全台湾一个破洞 在左 西北 西北 西北方 左上角 353万人 没有任何一家 医学中心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创立多少年了 102年了 101年 那 到现在还 还这样医学中心还有一块的民众 他 只要急重症 他都会往外送 所以 所以 我们希望行政院 现在这个部分 国科外 卫生署 踢来踢去 我们希望 能够尽快定案 而且国家 在这个区块 早就十几年前 规划了一个 对 规划一块 用这个 那个地呢 三四百亿 摆在那边摆十几年 你说民众要有感 怎么有感 很快啊 你这边 照顾民众的 这种生活医疗 然后你 十几年 没有 没有动 没有动的 这个本来预计就要有的医学中心 可以拖十几年 所以 我们希望在马总统任内 可以让他底定 秘书长可以吗 是 一定要帮 帮忙这个跟 在院会协调 是 我想这部分 那个徐委员也曾经跟我们提过 我想我们会尽速的再加 加快脚步 连那个协调这个 呃 我们卫生署这边 还有国科会这边 尽快把这个以前 已经定下定案下来 公主往前推 好 本来就有这个案子 对 所以 本席也建议我们的行政团队 我们针对全台湾 不管是各个区块 还是各个县市 你因地制宜嘛 每个县市需求的不一样 像都会区跟乡下 地区就不一样 我们因地制宜 有整体性的政策之外 各县市 你要依据它的需求给它 民众怎么可能无感呢 所以我们真的是恨铁不承担 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行政院团队 我们让民众肯定 我们做对的事 我们就这个坚持去做 本席一定会全力支持 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两位 接下来请高金树梅委员 谢谢主席 有请我们的秘书长 请秘书长 谢谢主席